OK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課程 就是真實的跟大家講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到版面的編排 怎麼樣針對前端的網頁 用CSS開始設計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只是 把這個頁面建置起來 那我們今天就 我上禮拜好像還沒有 講過Media Query對不對 有跟你們提 還沒跟你們提過Media Query 在上禮拜跟上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跟你們講說 對於網頁的版型要如何去編排 我們可能可以用Float 浮動的方法來去編排網頁 甚至我可以用Flex這種彈性的方法 那在Flex上面我們有 各式各樣的 比方說我有好幾個方塊 我要讓它同時平行排列 我要讓它排列到下一盤 甚至到上禮拜跟你們講的 我們要針對不同的 不同的方塊來給定 特定的比例 那甚至有說什麼 當這個方塊它超過這個 覆程的寬度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願意壓縮多少 這個都是FlexGrow或者是Flex之類的 它的一些項目的東西 那你們應該都有一點了解了 那在做這些東西不外乎就是為了我們的響應式網頁 響應式網頁 那響應式網頁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們在看Yahoo網站或者是以前在看一些 蘋果日報那些網站的網站的時候你們有沒有注意它的網址 有沒有注意它的網址嗎 好沒有沒關係 它是分開來它是分開來的它直接去偵測你的載具是哪一種屬性 那我就給你看哪一種的網頁 那現在呢我們其實也會去判斷載具的大小 只是我們用的是一種更厲害的方法叫做響應式 我會去偵測你螢幕的大小螢幕的寬度 這個載具的寬度 然後來給定你不一樣的介面風格 給定你不一樣的介面風格 那這時候呢我們要去查詢我們的media 也就是我們的載具是哪一種的大小 哪一種的類型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media query在這裡它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響應式網頁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它可以針對不同的載具大小來設定不同的CSS 比方說我今天可以設定說 當這個螢幕的寬度小於900的時候 幫我把原本兩格的版型變成一格的版型 因為當我在手機裡面我看到左右兩排 那是不是左右兩排顯得特別小特別窄這樣子 所以我只要一格出現就好了 那你可以在我們的media query這裡去做設定 所以小於900的時候你幫我去做一個改變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media query怎麼寫 media query它就是一個小小鼠media 那這裡你可以去 我通常會設定說 小小鼠media screen and next wide 就是指說我最大的寬度是992 所以小於992之後你就要幫我執行下面這一段 如果大於992的話你就不用理會我這一段 所以screen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有右邊這四種型態 那我們一般來講我們都是設定screen這個 因為screen這個呢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判別有螢幕的媒體 什麼叫有螢幕的,手機是不是有螢幕的 手機是一種有螢幕的載具 平板也是一種有螢幕的 那電腦也是一種有螢幕的 那甚至有一些展示的那種面板 它也是有螢幕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我們都是小鼠media screen 那 next wide的話就是指說 如果小於992它今天可能是一個平板 那平板的話它跟你在電腦看的情境可能不一樣 什麼就是說你用平板看跟用電腦看的情境可能不一樣 欸你們試著想像一下 什麼時候你會用手機來看網頁 什麼時候你會用手機來看網頁 你用手機看網頁跟你用電腦看網頁的時間點有不一樣嗎 應該有一點不一樣喔 用手機看網頁通常我們今天可能是走在路上 然後或者是我今天是在外面行動中 所以我用手機來看網頁 但是你如果坐在一個地方用電腦看網頁的時候 欸你今天可能是慢條死裡的 你可以看到越多資訊越好 但是你今天如果用手機看的話 你會希望它給你太多資訊嗎 應該不希望吧 你煩都煩死了 你就告訴我你電話多少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手機版面 你要斟酌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拿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要針對不同的寬度 去做一些設定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OK 這裡 那我們先來創一個新的網頁 在我們的下載這裡 media.html html5 tab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來設定 Style 那我們設定小要數 media screen and maxy 比如說 992px 然後就要符合下面這件事情 body background 等於red 那這是什麼意思 當我們設定maxy的時候 你會問我說為什麼我們要設定maxy 有沒有人會很疑惑說為什麼我們今天不設定min white 為什麼我不要說最低寬度是多少 最低寬度是多少 最低寬度是多少 而我要設定最 最大寬度是多少 因為我們今天預設的我的使用者是一個 使用電腦螢幕的傢伙 所以我前面這裡 我前面這裡我可能打了很多設定 這些設定全部都是為了我的 電腦螢幕前的這些使用者 而設定的 但 有例外啊 我還是有一些用手機來光顧我網站的人 那但是他們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我另外針對他們 稍微做了其他的設定 所以我是設定 才設定maxy 那你如果說 我今天如果用min white 那你前面你就可能要針對手機版的網頁去做設計 那後面呢你再去做min white 就是說當你超過992的時候 你要開始把什麼樣的東西改成什麼樣 你後面這裡面的東西才是對網頁的 所以完全取決於你的使用者是哪一個比較大眾 那我們今天是針對電腦使用者作為大眾的網頁 所以我設定maxy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網頁media OK 你看 我的網頁慢慢縮縮縮縮縮縮縮 縮到992的時候 它就變成紅色了 對不對 那我還可以繼續設定啊 我是不是還可以繼續設定比方說 我可以設定它 小於600的時候變成 綠色 我真的很噁心對不對 那我在這裡面寫一個文字 比方說是H3 這個顏色就隨便啦 你們就稍微忍耐一下 OK 你就可以看到 原本是白黑 然後慢慢說 縮到992的時候 欸怎麼快到了 變紅藍 然後變成 綠黃 對 它就一直在變 你可以同時設定好多東西 在裡面 對 那當螢幕小於這樣的寬度的時候 它就會改變它的顏色 對 這就是我們的Media Query Media Query 那我可能先到這裡 你們先試著打打看 那有需要的人 你可以先拍起來 對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那你也可以加入別的元素 比方說你可以加入Flex的元素來看看 一個有換行 一個沒換行 等等的 好 畫面還給你們 OK 那所以 到底要用Max Y跟Min Y這個東西 就要看你是電腦優先 還是手機優先 那我會推薦大家 現在還是以Max Y為主 因為我們大部分還是要以電腦 因為它的資訊最豐富嘛 當我今天要賣一個東西 要展示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先看 要怎麼樣呈現出最完整的東西 對 這對我們來講還是相對重要許多的 除非你今天 全部的重心都放在 可能 國小國中生身上 對 因為對於這個世代的人 他們是手機的原生世代 那他們一直都 他們對手機的黏著度很強 他甚至回家 你可能要叫他打字 他打得沒那麼快 你叫他用手機打字 他打得很快 對 那這時候你再來 用手機優先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Media Query OK